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國那些戰狼式的外交語言 不僅局限在外交部發言人的口中 連官媒的社論也都是一單單 最近英文中國日報的一篇社論 充分體現出這種戰狼式的外交語言 這一篇社論的標題竟然是這麼說的 如果英國決定將華為排除在外的話 英國將會為此付出代價 這些簡直就是動客式的語言 身為一個泱泱大國 竟然是可以宣之於口 你即是無非要跟英國說 你想賣掉華為 你想在三年之內 將華為在英國參見5G網絡的參與度歸零 你要想清楚才好 你有代價 誰會這樣說話 你現在是要向英國推銷華為 但是整篇社論給人的感覺 就好像中國在嚇英國 好像在拋浪頭 說到英國一旦不採用華為 就會付出一些不知什麼的代價 其實整篇社論都沒有說怎樣付出代價 只不過是向英國痛塵利害 那麼痛塵什麼利害呢 就是英國一旦不去採用華為的話 其實就是會導致中英雙方 都是雙輸的 那個社論裡面就說到 儘管英國希望在華為方面 和美國連成一線 因為這樣將會有助於英國和美國 達成一個有利的貿易協議 但是 貿易協議所帶來的好處 很可能就會被停用華為的損失 所抵銷的 失去英國市場 無疑就會對於華為造成沉重的打擊 但是華為並不會成為唯一的失敗者 因為停用華為的決定 除了是洗到華盛頓和倫敦的政治辦公室當中 那些對華強硬的鷹派感到滿意之外 是斷然會為英國本身帶來什麼好處 因為從英國的網絡當中 淘汰華為設備 將會大大增加服務供應商的財政負擔 推遲中國的5G部署 損害與中國的關係 也會使得英國在脫歐之後的經濟前景暗淡 並且會削弱英國的聲譽 和人們長期以來對英國的信心 所以這段事就是要告訴英國 一旦你們不用華為的話 不單是華為有損失 英國本身亦有損失 但是英國沒有好處 只是益了那些對華強硬的鷹派 最後一段是這麼說 對於北京和倫敦的政府而言 這個終究是一個信任的問題 一旦信任消失 關於合作的所有言論 將會顯得空洞 這就是什麼 是不是暗示 如果這個互信基礎消失 除了在華為方面不能合作之外 還在其他貿易方面 都會對英國有反制措施 或者是什麼反彈 這個到底是想說什麼呢 他沒有很清楚地說明 只不過好像在暗示一些東西 你是懂得不用華為 中國也可以在其他範疇作出反制 可能就是想表達這種意思 但是沒有很清楚地寫出來 不過無論如何都好 就沒有理由用這種態度 去推銷一種商品 而且你說到華為不是國企的話 就真是搞笑了 又要用這個官媒英文中國日報 去幫他宣傳 都不得以 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 都要幫華為宣傳 那麼劉曉明大使就說什麼呢 他當然就是為華為補教護航 他就說 只要華為能夠幫助英國 在2025年之前 實現全面的5G網絡覆蓋 就連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 都要擔當華為的推銷員 可見華為根本上就不是一家民企 這些完全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的表徵 如果是一家民企 怎麼會有官媒和外交部的駐外大使 去補教護航才行 現在中國就用這種 戰狼式的口吻去推銷 實情都是難以令人理解的 你當然是好聲好氣地去銷售你的貨品 現在就告訴別人 你不買是有代價的 你不買是有損失的 這就等同於 將英國迫在長角 叫他作出一個抉擇 同時之間 美國也要叫英國 麻煩你要靠邊站 如果你要簽訂對英國利好的美英貿協定 你必須對華為採取強硬措施 包括其中一個選項就是棄用 英國現在面臨著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 到底華為是用還是不用呢 這反映得出英國往後的路線是如何的 如果英國最終斬釘截鐵決定 下拿刀插大腿 多打就多打 燒賣就燒賣 不用這個華為 多便宜也好 怎樣也好 這樣就代表英國往後的路線 將會傾向親美 就不再玩吃兩家茶禮 因為英國和歐洲 其實 根本上就是想在這兩個大國之間周旋 從中為本國撈取最大的利益 但是當進入到全球冷戰的新格局 到了一個緊張的階段 中國和美國分別都要求這些國家 麻煩你選邊站 不要再想吃盡兩家茶禮 現在基本上又沒有這個空間 所以英國的抉擇就很重要 如果他選擇不用華為的話 在中國的眼中就等同於屈服在美國的壓力底下 如果英國繼續採用華為的設備 這時候就麻煩了 凡是涉及到香港的問題 都不需要再指望英國會為香港爭取什麼 或者是會為香港捍衛什麼 因為如果英國繼續採用華為的話 就可以反映得出 英國是對華關係 和和中國的貿易利益 是放在第一位 換言之 那些什麼普世價值 或者道義責任 就相對來說 沒有那麼重要 所以英國對華為的抉擇是非常關鍵的 如果他都選擇棄用的話 在香港的議題上 英國就可能會更加強硬 更加緊跟美國的路線 如果 連華為連棄用都做不到 當然 大家都不需要再指望英國可以在香港的議題上 發揮一個什麼作用 他連華為都不去棄用 那你說什麼 這件事是有直接的關聯的 因為現在基本上華為 也進入到一個水深火熱的狀態 中國是非常急於為華為尋找出路的 因為美國商務部已經對華為作出了制裁 不准它使用 含有美國專利的晶片 所以台積電就不再供貨給華為 連韓國媒體也報導了 說三星這個晶片廠 都不會供應這個晶片給華為 為什麼呢 因為人家都說要為了謀取最大的利益 三星是落於看到華為手機 和網絡設備的競爭力下跌 這樣的話 三星在全球市佔率就可以上升 所以人家都說得明白 你不能夠通過 向韓國三星電子採購智能手機的晶片 迴避美國的下制裁 好了 說得很清楚 連韓國那條路也封了 人家又不賣給你 台積電又不可以賣 只好靠大陸那間中心國際來做 但是 那個水平和其他晶片廠是有落差的 大陸的科技是差了幾年 中國駐英大使館除了替華為做這個推銷員之外 最近又發表了一篇聲明 去批評彭督 這篇聲明怎麼說呢 就說彭定康等西方國家政客大使歪曲抹黑 對香港事務說三道四 干涉中國內政 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 跟著這篇聲明還說到 國安法的立法令到香港有更佳的法律體系 法治和營商環境 以及更穩定的社會秩序 有利維護香港的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地位 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權益和自由 亦都符合國際社會和外國在港投資者的共同利益 將東西都調轉來講 實情香港有些官員都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就提到 說一旦美國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 是不會損害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因為 美國是沒有單方面給予香港優惠的待遇 而這個亦都不是任何人的禮物 是公平的交易 如果美國要剝奪香港的地位 美國亦都會遭受到痛苦 因為由此產生的貿易壁壘 將會影響兩地的貿易平衡 實情邱騰華都不是第一次作出類似的說法 在去年九月的時候 他就已經說到 說香港獨立關稅的地位 是由基本法來說明的 不是由個別國家來賦予 這些完全是充分體現得出 一個這些小小的地方財政經濟的官員 他那種 井底之蛙的思維模式 你說獨立關稅區的地位不是由個別國家 只是美國來賦予 是由基本法來賦予 那你就由得他來制裁 由得他取消香港政策法 由得他取消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你就看香港的經濟會變成怎樣 就知道 不需要爭辯的 不需要咀嚼的 這些東西 到底 那些海外資金 在香港來說 哪一個國家是佔多數呢 是伊朗 俄羅斯 還是非洲 這些東西不能自欺欺人 是不是 哪一個佔了最大的投資 就是哪一個有最大的話語權 優騰華局長 不知道是不是很恨做行政長官 恨到已經發燒了 說完那些東西都沒有理論基礎 說回中國主英使館 最後這個發言人還說 所謂違反中英聯合聲明是純屬偽命題 英國在香港回歸之後已經是沒有主權 沒有自權 沒有監督權 任何國家也不能夠借此干預香港的事務 和中國內政 奉勸西方政客不要沉違 在殖民的舊夢和冷戰思維 也不要再為香港的反中亂港份子撐腰打氣 你這個所謂偽命題 中英聯合聲明就變成偽命題 那裏投訴承諾的什麼五十年不變 雙普選承諾 那去了哪裡呢 民主化的承諾就不見了 所以 你就被西方人 終於是聖國一道 原來中國對於合約精神 和對於承諾 是以一種這樣的態度來看待的 大家現在就一清二楚了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